我是六二班的周明欣 我觉得我今次考得最好的科目是生物 因为我在今次生物的成绩里面是拿到五星的成绩 在我考那么多科之中最高分的一科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我考得最好的 最惊喜的科目我觉得是没有的 因为其他科目都大概是我预计之中的分数 所以就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 预历之内是因为我考完所有DSE以后 其实都大概有个感觉自己考的时候 懂得多少不懂得多少 所以当时就沉浮着自己的感觉 就大概已经推算过自己拿几分 收回成绩的时候 反而其实都真的跟自己预计的分数差不多 所以就觉得是预料之内 在疫情期间我预备这个DSE的困难 我觉得是就是整天都停货 所以其实学习进度是真的慢了很多 所以我平时在家都会做多些练习 然后会自己看一些书去跟着进度 令到自己的学习进度是会被这个疫情停伏影响 我觉得最好的温宅方法就是做筆记 因为你做筆记的时候 就可以把自己学习的东西重温一次 然后你做完之后 你之后看回又方便很多 那你温书的时候 效率就会高很多 所以我觉得做筆记是最好的温书方法 我就很想感谢我的生物老师 女文雅老师 因为我觉得我在生物之中 可以拿到这么高的成绩 都是很靠他的帮助 因为他平时都会给很多练习我做 然后又会主动过来 问回我不懂的东西 然后就会很关心我的进度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他 我会想感谢我的家人 因为炮DSC也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很感谢他在这段时间 一直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 带给我的鼓励